这里加6 打法师拿还是MK拿 MK拿了 当然是MK拿了 MK别客气吧 书也吃了 你看现在就是直接 绍塔当反影用 这个迷你塔多少钱 100块钱三根 还像是的 110还是130块钱一根 对 30多块钱一根 其实不比反影贵 反影35兆一次 或者50兆一次 还不如叫个塔配子 三蛋还有经济头脑 而且你放来那边 还不一定会消失效果 只要他不去打的话 这个东西就能一直照 物美价廉 特别是刚才那次 就是决战的时候 先杀了剑舍 也是因为这个塔建立的工具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赖克45人口这边 54人口三蛋决定 要发动最凶猛的一波进攻了 身上连回尘都没带 还是拔血给了大法师 大法师太脆了 放下来就是反影用的吗 他这个在前线可能要变 这边冥币也上来一起敲 这次我们看到像对ACE一样 赖克也还是选择对拆 选择了换家 但是这次这个 能攻击到老家的范围太小 还是要把小剑拆一下 但这次基地感觉被拆掉的更快一些 关键是他在家里完全没有反抗过 没有拖过时间 这样的话老家被拆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兵力上 别人并不是以塔为主的 得动兵力可以打过你 别人的英雄等级很高 4GMK 不像前面翻这个ACE的时候 对方是两级MK 对 而且大法师也是只有两级 然后别人是没回程的 这个是比较快 这是三弹比较快的一个地方 对 只能走回来 一群短腿的人要走回来 幸好他家里的造型比较好 在基地外面造了一层这个保护膜 对 也就是农场 形成了一个农场组成的长城 所以你要攻击到他这个基地 还得拆一会儿 PM的上方用这个卫星看下去 就只能看见三弹架门口的这个农场的长城 又是想下大法师 MK一个被动锤 敲韵着剑胜 驱散 大法师感觉又要走了 起来就吃 吃掉了 诶剑胜 啊 果然剑胜先挺不住了 MK等不到 做法对着剑胜一顿 点一下就没膜了 没膜的情况下 一旦MK有锤子 剑胜就挂了 大法死在这也死得七处 对 而且他死还要换掉好几条命 一个狼奇 两个狼奇 让差距比较大 三个狼奇画一个大法 啊 那他打出了机器 这样很遗憾是失去了竞技决赛的机会